最近的这个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遭遇这个负品 因为他的这个documentary的The Last Dance被人证明多次说谎 因为这部document film应该是based on true story 但是他在这个97到就是96到98赛季这三年夺冠期间 他其实说了很多谎关于这个芝加哥公牛 所以这个方这个事情也就反映出人无完人对不对 人不是神圣先锋就像涉及到这个孙杨孙杨事件 孙杨是中国体坛的代言人对不对 孙杨的成绩在对外国人来说就是难忘其象背 是中国游泳史上的一只独秀对不对 可是欧美联手要把他扼杀就像有些媒体要扼杀麦克尔乔丹一样 都是一样的模式所以我们要清醒